它其实要进港的 其实算是没那么宽 这个地方比较窄 基隆港 口子这边不是很宽 对 要有技术 它不是说很宽 你这样就知道 市长谢国良亲自体验航行模拟器 把船开进基隆港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 到深圳市的万海航运 进行产业考察 深入了解航运产业的现况跟趋势 透过互动交流 万海航运跟义航公司也率先响应 将投资七堵航运总部专区 今天来看我们万海企业的简报 就可以了解到 它是一个国际级的企业 不管在台湾 在海外 甚至在整个广东省 都有很多很深的事业布局 它的吞吐量也非常的大 事实上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的量 已经就感觉到两百万个tube 真的是非常的有规模 那不过这个我们主要未来还是希望 包括阳明海运已经有在基隆市总部 我们也希望邀请包括万海拉 包括一航等其他的航运企业 未来能够更深一层的在基隆布局 因为我们也将结合一些产学合作的计划 打造智慧物流供应链的学校 所以未来基隆是一个在航运企业能够产学合作的一个重要基地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过来关心台商的情况 但一方面也希望跟万海这样子一个有规模的企业 来积极的招商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基隆企图 也就是航运总部的专区 能够做更积极的布局 这趟考察交流有许多企业家一起参与 包含万海航运台北总公司 叶文超副总经理 万海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朱汉鹏 益航公司郭仁豪董事长 美国国际物流协会 台湾分会理事长詹斯敦 长春货柜林总新总经理 企业家们在现场进行经验分享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也将在七堵航运总部 推动物流与供应链专业训练课程 协助企业推动人工智能 自动化 数位转型 立促相关的产业产学合作的交流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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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